在這邊我請問大家一下 這一節課我們是要直接上到四點半 還是說我們大概五十五分再休息一下 大家的東西是要直接上到四點半 是說大概... 我們就一口氣完成 大家就看到了 我們先翻開書面資料 第十頁 第十一頁 第十二頁 第十三頁 第十四頁 第十五頁 第十六頁 大概就是我下面要講的 那這幾頁我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精華 來跟大家講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它的意義 因為在最後 我要給大家一個非常驚奇的禮物 那個禮物就是 益金的正宗秘用 別人的秘用 如果沒有理解 它怎麼用 就隨它去 那我會給大家一個禮物 等一下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就做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完了以後 我們就開始討論 大家有問題 我們就開始討論 那這一段 我們先翻開 第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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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頁 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性 性理天道 斷序之底 建國就是因果律 然後再下來 種子發芽長根長樹長葉 成幹成樹開花結果 種子 建國極致藍綠 我說開始的時候 下面這一行 還有 一直到第三 到那個 下面這一行 那個軟 然後一直到 更尤其 氣 經典式文 義 到最後的 義又為何成章 大家就開始念這一段 好 再講一遍 我說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念 一二三十五 好 有聽懂 有 開始 如果我們 有聽懂 教授 真理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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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 斷序之底 提起 健康慾 言 十四 有其事 种子 发芽长根 长枝长叶 成代成树 开花结果 從此其次來欲 你懂 這是十五月 民主師在安靈的生命大加 更可留息是 其氣 隨我 方無其受 別 1 3 7 美 2 聖生 继续练 祈祈祈祷 好好给自己一点爱的鼓励开始 大家念这几段 这个就是经典的核心 这个就是经典的思想精华 经过大家这么一夜 就进入到自己的身体 posted 我们今天在这些上的课 等于就是吃饮料 讓我們的靈魂接受到了糧食 靈魂的糧食 這幾段 那下面我們就來看一個表演 剛剛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在這邊從這地方來開始理解 理解什麼 理解那邊所講的和這個一個字 那這個是跟這個宇宙 這個是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這幾下 我跟大家講 他講的這個東西 我都有發生過 那個時候 小的時候 我到隔壁村 他感到的來啊 會心一笑嗎 真的啦 他感到 我現在再問大家 這是一粒 還是幾粒 你是幾粒 還是幾粒 你說 幾粒 好 你 他比較不一樣啊 現在一顆 你也不知道 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一顆 然後你幾乎 或者碰了幾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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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衝衝對 衝衝對 哈哈哈哈 也衝衝不對 我告訴大家 因為它是什麼 它 是一粒 沒有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科學觀點 一就是一 但是它是什麼 它是生命的 它是生命的 你說它是一嗎 它是科學的一嗎 西方 就正確定 中國不走下去 中國 除了說它是生命 更從這個地方開始說 一經前掛 大災前緣 大生 控掛 廣生 什麼叫做大生 就是天地萬物 它盡量的生 盡量的創造 創造以後 我會不會肚子餓 我不會想吃東西 我吃什麼 吃火 吃這個 要給欺有力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吧 那怎麼辦 這就是困壞的責任 這就是困壞的精神 掌揚 掌揚萬物 讓生命有得吃 至理作樂 讓靈性 有靈良可惜 這就是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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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雖然是禦力 剝開 它就講 那坐 嘿嘿嘿 馬上又講出來 你說有幾例 看來看真的是無限力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聖命 這就是人 所以中國的眼光 中國人的心胸 就跟西方不一樣 跟喜馬拉雅山的那一怪 也不一樣 它在哪裡 我們從我們自己的面向之間看過去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福山 福山的左邊 是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下去 就是佛教和印度教 我們的右邊 是太平洋 再往外推 那個叫做西方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科學 多麼清楚的世界文化三大區塊 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自己 面對我們自己中間這一塊 越來越迷失 越來越多 從這邊可以看到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一天都還在吃水果 一天都還在吃水果 一天都還在吃水果 好像迷屬當然 但是 我們的思想進化 我們的內涵 既然 就這樣子當安裝發的事 把它找回來 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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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來 表演這一段 先這一段 好 你先給我醬 你先給我醬 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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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給我吃的是什麼 我都給我吃的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一直在買那個什麼舞台 大一點的 比較比較好拍的 比較多老掌 然後就太多了 大家都看過這個遊戲嗎 好像比較沒有玩過 好 我們現在就試著 這裡來看一看 好 你看 海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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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祂不只是因果律 祂是什麼 祂是上帝 那時候我剛剛在講的 那個神 上帝說有功就有功 在哲學 在基督宗教神學 在他們的宗教信仰體系裡面 排骨牌的 那個人 叫做上帝 推這個骨牌的 那個人他叫做上帝 設計 這個骨牌的 那個人也是 上帝 這個骨牌是什麼 就是這位宇宙 一切的一切 有意思了吧 如果我們只看骨牌表演 你看看 好玩而已 然後擺個花樣 再拼一拐 那麼大 擺個東西 但是有誰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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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裡面的價值 那個價值 體系意義 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我剛剛說 你們知不知道 在基督宗教裡面 誰不關 那個人是誰 他就是有名的撒旦 上帝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 對不對 他飛了 剛才一飛不關 上帝從哪來 結果上帝從海的時候 他又不關 我就修理他一下 但是我這個上帝 在聖經裡面 他是這樣子寫的 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 然後 他又創造了天使 他讓天使 來替他管理這一個世界 他可以 憂詹一下 不要令人類 事事親自 輕功必大 不需要 天使管就行了 他可以 跳花 跳塌 跨後座 那我現在就問大家 在這天使裡面 有四個天使 是這所有天使裡面 最厲害的四個天使 這四個天使會怎樣 這四個天使會怎樣 那麽好啊 請問 這四個天使會怎樣 那麽好 不在聽到嗎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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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天使 對 想說天使 弟弟認得 他老師有說 春夏秋秋秋 天使他的天 天使 天使管理這個世界 有很多天使管理 有四個是最厲害的 這四個會怎樣 不要看別人就是 當然要把小成分工可做 分工可做 有時候才會剩下電視 其實有可能民生暗鬥 我告訴大家就是這個 不是民生暗鬥 完真的 四個天使 打得非常厲害 到最後 最厲害的那個人 就叫做撒旦 他就叫做撒旦 他本來是天使 然後 他打遍天下無敵手了對不對 現在怎麼辦 你就是要來聖地解決嗎 沒錯 到現在 上帝 上帝拿撒旦 雷者 從開始 創世紀開始 一直到現在 西方基督宗教 對撒旦 就是 摩爾摩爾 還不一定 還不一定 因為還沒結束 在他們的世界沒結束 所以你們看西方的電影 看西方的小說 看西方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 他最後就是這個環境 也因此 後來人家通通 叫撒旦叫什麼 叫魔鬼 只要跟魔鬼相同的特徵 他們會絕對無原樣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背叛 這個是在西方文化裡面 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我們看西方的這些 書籍 還有看他們的這些資料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往這地方去看 沒有往這地方去想的話 我們就會 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進去的不夠深入 那我現在 再給大家另外一個 更重要的概念 那個叫做什麼 撒旦 真的我 怎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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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怎麼好 人本來都 他不是人嗎 黑市長 黑市長 有感覺上去 但是 如果是你的話 那時候 他有一點點心情 他是人 現在 你要用天使長去想 因為你講的是今天這種事情 那是人 那不是天使 那不是天使長 不要用天使長的那邊去想 他已經 他已經第一了他還到了嗎 第一 對啊 他已經第一了啊 但是還是有很多小的 那 那他 看一下就 緊結了他 這是啊 因為撒旦 所以會激發更多的天使去對抗他 他這一個年 天使就死掉了 我現在跟大家講 撒旦更重要的意義 在替人類找出路 大家懂嗎 我現在跟大家講 在西方這個世界 一切都在上帝的框架之下 那一切都在上帝的框架之下 他們把這樣的歷史叫做什麼 叫做黑暗時期 黑暗時期 人本就沒有了嗎 人的價值和人的意義就沒有了嗎 另外一個人 他叫做恩格斯 我們一般在讀西方 哲學史的時候 在思考西方這樣的一段歷史的時候 在思考西方這樣的一段歷史的時候 大部分道底卡爾 就開始 啟蒙運動 也就講說人文 從那個時候開始開展 但是 恩格斯認為 那一段也不算 要從馬克思開始 所以 他說 新方黑暗時期是一千八百元 為什麼 就是因為人文 沒有辦法在西方展開 人文沒有辦法在西方展開 人類在西方就沒有未來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是上帝的子 你的一切在上帝的意義之下 人文 全部我們來看西方的思想史的時候 文藝復興 請蒙運動之前 通通在歌頌上帝 尤其是 尼開南基羅等等這些大藝術家 全部都在歌頌上帝 都是 那樣的一個基本思想的光家 所以 後面才有武力復興 才有請蒙運動 然後到禍門這邊的開城下來 那這樣的遺憾 基本上 就從 撒旦開始 拓展 那拓展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的那個是什麼 在講 自己的存在對不對 在講 上帝的存有對不對 這兩個之間 是什麼關係 我們 在哲學 把它叫做多 存有 在哲學 把它叫做一 就是上帝 就是我們 我們跟上帝之間的關係 這一個的最高級 就叫做撒旦 撒旦他就會問 上帝 你把我創造出來 我跟你 到底是什麼關係 撒旦 會一直跟上帝 最重要的原因 他就要為他自己的價值 找到立足點 和出發的看位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 人的基本特性 人的基本特性 這就是人的基本特性 撒旦完全掌握車 撒旦完全掌握車 到最後 他要向上帝 要這四個字 哲學 神學 宗教 一切 最後 就在這四個字上 那個叫做什麼 上帝 他獨來 這個特性 上帝 壟斷 這個本質 他創造下來的萬物 分享 這個本質 因此 分享最多的 就是撒旦 再來 就其他三大天使 然後再過來 就是天使 然後再過來 就是原罪 就是罪人 然後天地萬利 這就是他們的結成 孔子 在這個地方非常厲害 四個字 所以 周公 至禮作樂 孔子誕生以後 把三代的文化和思想歷史 研究透徹 講出了這樣的一個名言 veut 潤潤 勒 衝 吾文章 吾從舟 舟是什麼 就是舟公的治理作樂 然後 舟公治理作樂以後就開始一直發展 文明就達到了最高境界 當文明達到了最高境界以後 孔子發現哇好美好美好美 但是內鬥也在那個時候開始 那個時候的內鬥是什麼意義呢 那個叫做周幽王 春秋戰國的春秋那個時期 最後的那個皇帝 他的爸爸還在當皇帝 他的岳父發現他這個女婿啊 如果不積極一點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當皇帝 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兒 叫他的女兒去講他的女婿 他的女婿就 就這樣 要嗎不要嗎不要嗎要嗎 就這樣 不知道他要怎麼樣 然後他的爸爸 他的太太 就決定幹掉 欸 欸 那 董哥說 大部分 都是 兄弟姊妹 那 岳父真的把他幹掉了 那我現在問大家 這個女婿 她的殺戶仇人是誰 可是她的岳父 按照我們的產品來講 對於殺戶仇人要怎麼樣 你報仇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 那你現在是 我身裏 我幫你本上百分皇帝 那種對 他自己幹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不敢 他沒理會 我告訴大家 那真的就是這樣 他就這樣子 結果兄弟姊妹就群群 帶著他 衝求戰鬥開始 衝求戰鬥開始 然後最後 輕鬥一下 這個時候公子爛生了 他就在思考 人類的未來 他就在思考 沒責 在當時 他都不喜歡 爬到圖書館裡面 去圖書館 他聽說圖書館館長 是老子 然後他就跑去問老子 問你 問完點後 再見號 我不當你的學生 我還是走我自己的路 如果那個時候 孔子向老子問你 然後他相信了老子的道 我問大家 中國有沒有一家 就沒有了 大家可以想像看看 我們中國的祕密 就證了在這一散案之間 然後後來 那個叫做什麼 百家真理 一直證到 我在這邊有跟大家講 到了最後 親子皇是不是給了七十個博士 你看 親子皇統一天下 他沒有統一學術 他擺了七十個博士 但是 人家講說中央研究院 那一群人 沒有一個服務親子皇 那親子皇他 他也沒辦法 給他一個博士 讓他沒辦法再跟他 但是到了今天 代表中國文化的是什麼 還是儒家嗎 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就是意境 那就是意境 今天從上課到現在 基本上大家理解 為什麼理解 那麼這麼多 OK 好 我們的課 基本上就到這邊 下面跟大家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玩 最後一個禮物 最後發的這一張發出來 首先 首先 填上面這一段 是 五個月 違法 我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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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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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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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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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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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